上号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来一起学习法剧经故事集 我们已经探讨了第四品花品 在这一品里面的第六的故事 同时有佛陀的开示 第五十句的法语 所以在中国法剧经 算是比较佛陀的原始的教法 所以谈的大部分都是佛法的核心 都是以怎么样子来对峙我们的问题 然后在法剧经的故事集 又有佛陀当时的这一些弟子们 所以我们有谈的是比丘专门在修禅修的 那也有富翁的 也有奴隶的 那也有富家女的 那这些呢都是不同的身份 可是呢他们听闻的佛法 都在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都能够正古 所以让我们知道佛法是一切众生 也就是说我们以人为主的话 那都是让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觉性 而且是要让我们来看到生命的真相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行为举止 我们要小心 然后还能够深入观察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整个内容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修行 那有的是从我们的行为来跟 一切众生皆善缘 那有的是来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相 能够对峙我们自己的这些贪生之烦恼 那在这个故事呢 也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事件 那所对照的这个法语也是很简单 他所提到的最主要的是要我们不探查他人过错 不管他人已做未做 只应该察觉自己做了什么事 什么事尚未做 所以这个法剧经的法语开示 它是很根本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注意别人 别人做什么不对的事 不管他做什么什么事 还是他没做什么事 他做的不对的 我们不要去注意别人 就是不要去探查别人的事情 这个其实我们讲起来好像也很简单 可是我们好像偏偏我们都习惯去注意别人 我们想想看我们一整天我们的心思 其实常常都在注意别人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是浪费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把我们的心用错地方 所以下面的开示 佛陀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应该察觉自己做了什么 那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力 那这个我们应该要注意说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们自己要是能够去观察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有什么事上位做 比如说我们有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吗 还是说我们有做什么好好的事吗 那我们都自己清清楚做 那有什么事应该做的 那我们也不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觉察呢 它是导正我们的心 我们的这个习性 就是我们的心的习性喜欢去向外看别人 那我们都不会去把自己的心就放在自己上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谈起来如果用这个心的层面来观察的话 那我们就要很小心 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心就冲什么 对不对 不过如果我们没注意 我们的心常常就跑出去 常常也是一直在想着别人做什么 或者是别人对我们不起 或者是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警觉的话 我们赶快把这个念头把它断除 然后观察自己 所以很多的这些佛陀的地址开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也都是观察自己来的 能够观察自己的身 观察自己的心 那这样的时候也就是学习保持正念 所以是这样的法语 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一个法语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用心去它了解 去它贴贴贴贴 这样的时候不只是说这个行为怎么做 而是它的核心是我们的心 就是说这个重点是在观察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可以这样来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收音 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法语之后 我们再来对照这个故事 它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汇通 那这个故事是花瓶的第六个 那这个故事的题目是 不要理睬他人的诅咒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题目 就说我们不要插把人对我们的救助 还是我们的责备 那这来面的主要的这个领分 这个事迹就是指着社会城 就是社会城里面 那有一位是很有钱的一个女士 那这位有钱的女士 她本来是信奉印度的外教外道的 就是一位裸行的苦行者 裸行的苦行者 就是印度在世间无人夫的时候 因为就是对这个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就有一种反动 因为婆罗门教 它算是透过祭司 就是这个宗教书 他代退有什么人要求什么 什么他的心怨 那就透过这个宗教师来祈求 做法 做仪式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让信仰者 他并不一定知道 他自己要怎么修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当时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就有很多就是个别的修行者 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 就有很多的叫做六十四个外道 那就是形容在印度的时候 有很多这一些 他们修瑜伽或是苦行 那他们就是自己创了很多种的方式 就是来当作是修行的行为 可是就是被称作外道最主要 因为他们只修外在的行为 像这个故事里面所提到的裸行苦行者 他们就觉得说他不执着 那不执着这个世间的物质 他就是裸体 所以世间的任何的衣服也都不用 那这样子就是当作对世间的绝对的处理 那可是对于这个诸法的真相 那又没办法用我们的心去体会这个道理 只是说很极端 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以为说我这样就在修行 那所以当时呢 这位女士啊 那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没有记载她的名字 不过呢知道他是一位很有钱的一个 就是一个功德主 那他所信奉的这一位裸行的苦行者呢 倒是有一个名字 那他是叫做潘蒂格 潘蒂格 那他是信仰这一位裸行苦行者 那么他因为呢 对这一位潘蒂格呢 非常的崇拜 而且呢 他就是非常的尊重 所以他就把这个潘蒂格啊 这一位裸行的苦行者 他就好像把他供奉的 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 也就是说他服侍他 他供养他 那对他呢 就是百般的就是爱妇这样供养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崇拜他 那这一位富有的这个女士啊 他就有很多的朋友呢 结果这些朋友都是佛教徒 那就是他的这个这个邻居啊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 他们都是信仰佛法的佛教的 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啊 他们就是常常呢 就是到这个奇缘经社啊 就是向佛陀就是礼拜啊 顶礼啊 那听闻佛陀说法 那每一次呢 他们听完佛陀的说法 回来的时候啊 因为他们住在这位这个裸行 苦行者的这个信徒的 这个女信徒的家里附近啊 所以他们就会跟他谈到佛陀的开示啊 然后赞叹佛陀的说法啊 所以呢 他就很想去能够也这个礼拜佛陀 那听闻佛陀的开示啊 可是呢 他就背这个潘蒂肯呢 就是这位裸行的苦行者啊 就是阻止啊 就是让他去 那就表示说 其实这位女信徒啊 她对这个信仰 就是宗教的信仰 她实际上她心是非常善良 所以她听到有好的这一些的教导啊 其实她都非常的向往啊 只是因为应该是她的姻缘 所以她呢 先信了这个潘蒂格的这个裸行苦行者 然后呢 她大概也是因为敬佩她 能够修这个苦恨啊 就能够不执着世间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物质啊 那所以她也对她很尊重 可是听闻了 她的这些邻居朋友谈到佛法 她心里也很欢喜啊 很想去啊 可是这位潘蒂格呢 她就阻止她了 所以她也不敢去 那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她就因为她对佛陀还是很仰慕啊 所以她就想了一个办法说 那干脆她不能去 那因为呢 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呈现出来的 应该是这位女信徒啊 她就供养这一位这个裸行苦行者啊 就住在他们家里 这个潘蒂格就住在他们家里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啊 所以她每一次要出门 那大概就被这个潘蒂格啊 这个祖子啊 所以这位女信徒呢 她就想了一个办法说 那我不要出去 所以呢 她要去请佛陀到她家里来受供 受供养 然后呢 为她说法 所以她就派遣了她的儿子去邀请 佛陀到他们家里来接受供养 那那天呢 她就准备了很多丰富的食物啊 所以佛陀真的应她的供 到她的家里来 所以她供养了很好的食物啊 就是用欢喜心 恭敬心 那供养了 那佛陀呢 接受了这个供养之后呢 也是一样呢 就是唱了这个 这个供养的功德记啊 然后呢 她就为这位女信徒啊 就开始说法 那这一位这个女信徒呢 她当时呢 她是先听到这个佛陀的声音啊 这个故事里面 她就形容说佛陀的声音啊 像黄金一样啊 因为我们说金属啊 这黄金最贵啊 因为它的纯度最高啊 所以这个纯度高的这个金的声音 像碰的时候啊 它传出来的是非常清脆的声音 没有一点杂质啊 所以呢 她听了佛陀的声音这么响亮 已经很欢喜了 然后呢 又听到佛陀所说的这个佛法 非常的奥妙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并没有谈到说佛陀当时对他所说的法的内容啊 那只是描述说当时这位女信徒啊 他听到佛陀的说法的内容啊 他就非常的欢喜啊 充满了这种喜悦啊 所以他就一直赞叹说哎呀 真的是说的太微妙了 太微妙了 那这表示说这位女信徒啊 他真的很有善根啊 而且呢 他的心本来呢 他是满开放的接受一切的善法的 所以他虽然先这个供养 这个侍奉 就是这个外道的裸行的苦恨者 然后他现在听闻的佛法呢 哇他也是很高兴啊 结果他这么赞叹佛陀的说法的时候啊 在他隔壁房间啊 的这个潘地阁 就是这个裸行的这个苦恨者啊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 应该是潘地阁呢 是受他的供养啊 就住在他们家里了 所以当时呢 这个隔壁的这个苦恨者 这个潘地阁啊 听到这位本来供养他的这位女信徒啊 这样子的许悦的赞叹 释迦摩尼佛的说法 他心里呢就非常的生气啊 他就想说哇 那这一位女信徒啊 他就不是他的弟子了 就表示说他已经信了释迦摩尼佛了 所以他就很生气的走出他的房间啊 然后呢就当着释迦摩尼佛跟这一位 女信徒啊就诅咒啊就好像在那里非常大声的在赤骂 赤骂他们这样子 那就离开他们这个女信徒的家里 一路上还是一直在骂一直在骂 那骂得非常的大声啊就表示他很生气这样子啊 那所以当时这位女信徒啊 他看到这一位潘地阁啊 就破口大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他就觉得非常的尴尬啊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对佛陀很不礼貌啊 然后他又觉得自己怎么会之前呢 就信仰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就也生起了这种惭愧的心啊 那可是呢他又觉得说 哎呀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呢 是对这个潘地阁呢要怎么样子才好呢 所以他当时呢心里就起了这种种种的想法 所以他对佛陀的这个开示啊 也没办法专心 所以当时呢佛陀也看出来 他的这样的一个复杂 矛盾啊多种的这种心理的反应 所以佛陀呢当时就很安定的 就告诉他说 你啊不要理睬 就是你不要理那个这个诅咒 这个裸行的苦恨者啊 你不要理他的诅咒跟恐吓 因为他很生气的 这样一直骂一直骂 那大概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诅咒啊 这种这种不好的这些语言啊 所以让这个女信徒本来就是很难过啊 这位佛陀呢当时就就是安定了这位女弟子的心 要他不要受这些诅咒跟恐吓的影响 不要理他 而且呢劝这位女弟子啊 应该还要好好地保持正念 要保持这个心的专注 来看看我们自己的这种内心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种善恶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呢 哇这个女弟子啊 他听完佛陀的说法之后啊 他也正道出国啊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对应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故事前面的佛陀的说法的开示啊 那本来 是不是这个佛陀的说法是不是 真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呢 不一定 可是呢 他正好也可以对应 也就是说这个开示啊 是针对说我们 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自己身上啊 不要去管别人做什么 那在这里这位女弟子啊 她当时因为受到这个裸行的苦恨者的 这样的诅咒啊 恶骂啊 那她的心会受影响啊 所以呢 当时佛陀要他把心 就专注在他自己身上 结果他也因为这样子专注呢 而正道出国就是 能够看到说啊 其实我们的心啊 会受到外在的影响 我们起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念头啊 或者是恐惧啊 那也是自己的心生出来的 那只要我们的心一正念 专注在现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一心没有两用啊 那我们的心呢 就保持正念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教导 开示啊 稳定了这个女弟子的心啊 让他看到诸法的真相 也就是我们的心 他真实的状态啊 那我们学习这样子的 一个佛陀的教导啊 我们也应该 就是从平常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 学习培养我们的心 不要受外在 尤其是别人的辱骂啊 这些的这种破坏的行为啊 尤其有时候我们 初初学佛的时候 自己的信心 还不是很坚固啊 那有的人会说 哎呀你学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那你就会受人家的影响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信心 而且我们自己本身能够专注 我们自己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内涵 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心 保持正念的时候 我们就真正能够证悟到法的真实的内容 所以借用这样的一个开示啊 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集非常的亲切啊 那在佛陀的时候的教导弟子的真实的记载 那也真的是碰到有这样的情况啊 就是说在佛法跟这个世间的人情啊 或是我们觉得说啊 我们学佛好像对谁会不方便啊 或怎么样啊 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重点是放在 我们要学正法上面嘛 那就不要顾虑这么多的人情啊 这么多的不好意思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会通呢 让我们也蛮有体会的 所以我们最后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洗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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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释迦牟陀佛 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 生命 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是山 我们是蓝天 我们是牛 我们是阳光 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友情 包括山和大地 跟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友情 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 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良皇宝燦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自9月14日 星期二起至9月19日 星期日至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良皇宝燦暨余且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 共同主法 日期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没有接驳车 十地菩萨的现前地菩萨 是六地的菩萨 它圆满了般若智慧 经常安住在灭境顶中 灭境顶是心与心索 接灭境的禅定 以及六四之心作用 接灭境的精神统一状态 它不起有漏心事分别 照见缘起信空